今天召開記者會 正式宣誓要提出視線案 大家感受到在政治上 又如火如荼 沒完沒了 他今天開這個記者會裡面 大家感受到是如同他當年 在台南市當市長的時候 不進到議會那一種精神 又再回來 聯合報有個註角 他說府院黨 還有包括監察院 四入其發 這個沒完沒了 當江自己還亂世 賴清德當然也關鍵字出來 反擴權而且認為有違憲的問題 還記得嗎上個禮拜的時候 賴清德就職滿週月的時候 當時他發表演說 很多很多的媒體都有個標題說 賴清德講得好講得棒 所以當天的台股看好 隨著台積電一路衝高 但是今天我們的台股是如何 暴跌四百多田 如果按照當時這些媒體 標題的邏輯是不是因為賴清德 提出了視線 我們台股做出反應 亮哥說沒關係 你總統府的終極武器 是提出視線 提出這個視線 國民黨 民眾黨 也有終極武器 什麼是終極武器 他們可以砍這些單位的預算 不過我跟韋漢跑過立法院 真能砍還是砍好玩 這個可能等一下請韋漢跟我們講 然後包括國會執權法 有沒有洩漏台積電的機密 在過去這兩天裡面 民進黨還有包括側翼 瘋狂的攻擊洪孟凱 為什麼 吳佩毅直接告訴大家 我親眼目睹 洪孟凱就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 公開的索取台積電 它地震之後 晶圓設備的這一些恢復率 恢復率是商業機密 知道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把它恢復多少 這個別的 他的進追對手都會知道 這會影響他的股價 影響他的競爭力 洪孟凱說4月11號 他當時要的是跟國科會要 地震導致全台灣科學園區 災損的情況 不是針對台積電 而且更糟糕的是 吳佩毅你自己也要了相同的資料 所以他已經準備要提告了 結果完全是抹黑他 然後另外一個話題 賴清德今天講就是一件事情 大陸要對這些 他們認為是台獨的 要做出懲戒 而且最重死刑 賴清德說不要以為只有被點名那五個人 全台灣2300萬個人恐怕都有了 他講到一個關鍵 他說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有人講說專制 民進黨現在也是有綠色專制 那不管是台灣派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眼中通通都是台獨 都要被懲戒都要被判死刑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那林又昌也講說2300萬的國民 全部都是台獨分子 請教我講 好 題目很多 我一個個講 那個賴清德總統的說法 其實基本上民眾不一定都接受 可是他等於把那個議題拋出來 就是我這陣子被罵的理由 你被罵的理由 對 因為現在不是賴清德總統怎麼界定 因為他講的不是每個人都接受 現在是當中國大陸提出四個樣態的時候 我很清楚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為什麼講只有統數黨 因為統數黨基本上有時候有場合 甚至連五星期會拿出來 就兩岸要統一 但是台灣的 你看有人講為什麼不點新黨 為什麼不點其他黨 因為包含了新黨 特別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都參與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一定是認同中華民國 跟中華民國憲法 那這次的四個樣態 因為講的東西太細了 包含參加國際組織都算 那是不是連國民黨跟民眾黨都算 所以他才講說只有統數黨不是 那當然今天賴總統是 過去總統沒有這樣子 他跳到第一線 那我拉回第一題了 為什麼他今天要釋憲連總統府都提 以往大家講說 因為本來是講說行政院跟立法院 已經是雙釋憲已經是覺得很多 現在這四個 因為監察院說我的調查權 被立法院分走了 我也要提 然後總統府也提 觀眾朋友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講結論 因為記者就問他一個關鍵 憲法賦予總統在五院和格石的院計調解權 你怎麼不出來調解一下行政院跟立法院 因為行政院長說我覺得這還難行 那立法院出來的法已經刪讀了 那你怎麼辦 總統調解一下 他今天明確說沒辦法 因為當我現在已經提出釋憲的時候 我是當事人 我認為這個東西是違憲的 所以既然我是主張違憲者 我已經有我的定見 我不適合調解了 所以他不會調解 第二個 因為我提出了釋憲 在憲法的解釋文結果出現之前 不過他有講清楚 我們就拭目以待 憲法最後怎麼做解釋 大家都要尊重 如果最後憲法解釋沒有違憲 那這個法就要上路了 你就要到立法院去幾問幾答了 這也是今天賴總統的一個彈書 如果輸 不過有人講說 大法官不是都民進黨提的嗎 那怎麼可能會 那個是後話 只是說他現在制度上是這樣寫 所以我剛剛講第一個 既然他本身提出了釋憲 因為過去真的很少總統這樣親自提 那既然本身總統府都提了釋憲的話 他當然就認為說 他不適合去冤寄調解 第二個就是 那我提了 我基本上我就不適合 在這段期間去立法院了 所以他請在來黨先不要提出來 至於洪孟凱那個 我很仔細去看的四月十一那一天 觀眾朋友去查一下 就是晶圓廠的恢復率 晶圓廠設備恢復率幾個字 你去查你就會發現說 當時有很多的媒體都報導百分之八十 四月三號地震 四月四號就是百分之八十 那洪孟凱是有講到這句話 可是他到底跟國科會的復數 也是要台積電的妥善的恢復率 還是說你整個災損的報告告訴我 那吳佩儀他現在有解釋 因為他們兩下對不公堂了 因為孟凱確實有講到台積電 有講到晶圓設備的恢復率 那今天吳佩儀講說 我要的是電力恢復 所以我要的不是機密 那國科會復數人那天是有講 就是說這種機密廠的這些 他到底損失多少 我可能沒辦法告訴你 所以到底洪孟凱是不是要問 那個恢復率是八十八十五八十七 這個孟凱他說他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找律師告了 所以要牽扯進去 那最後就是回到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看出來 在整個的賴清德總統的出手方面 包含了他把台灣除了統治黨 另外統統拉在一起 現在就看民眾黨和國民黨 要不要出來講跟賴清德不同意見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強迫選擇 強迫大家選擇是統還是獨 你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 好像在大家對岸眼中 也變成是獨了 這就很麻煩了 包括在基隆現在有個話題 罷免謝國良 現在進度來到百分之九十 昨天還百分之八十 經過一夜已經逼近了百分之九十 這個標題寫差四千份 剛剛最新差三千份 速度非常快 但他達標還要再多一點 免得外星有些不合格 但民進黨不知道是不是看這個風向 好像有機可乘 包括他們的當地的議員 還有包括秘書長林宥昌 尤其是林宥昌是基隆市長出來的 而且他跟謝國良交手過非常多次 他們就挺到第一線去了 帶動起來 組織動起來 這一個連署恐怕會更快 現在已經進展到討論說 那是不是高嘉瑜要接著來選 萬一真的罷免成功要來選 已經話題進展到那個地方去了 雅敏講說如果說他罷免成案 成案而已 第二階段連署然後成功 成案之後他認為就進入了大罷免時代 他不是說罷免謝國良成功之後 進入大罷免時代 時間點不一樣 現在當地民進黨的黨部 在當地已經掛了 謝國良可以問人 但是不可以欺騙年輕人 給我夠夠了不然就要罷免他 所以趙少康講一件事情 他說你們其實民眾最感受的是 東岸商場 Net的一個爭議 司法已經還給謝國良公道了 那你還要罷免什麼 因為最近已經有訴訟出來了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的律師 黃帝穎他也告訴大家 如果你基隆的民眾裡面 家裡面年輕人 沒有拿到免費的哥哥樓 絕大多數都被謝國良的政見詐騙 那你就會有權罷免他 但他講的跟李宥昌的就矛盾了 李宥昌說這些錢27億 你現在送電動車 是不是以後要送特斯拉 27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建設 那你到底是要他送還是不要他送 因為他的律師跟秘書長的 講的不一樣 那王鴻輝直接點到一個 李宥昌他覺得他非常噁心偽君子 一番擴權的民意 實質來進行真的罷免 蔡壁如你怎麼樣 這個罷免其實基隆市長的罷免 已經講很久了 那其實第一波 第一波尤其是因為這個 青島東路的青鳥 因為國會裡頭在那邊亂 亂一亂就突然間就興起的這個 所謂的罷免時代來 然後就本來是 謝國良在基隆市長那邊 就因為NET的一個 暗藏的一個爭議 後來大家就開始覺得說 你這個人實在是 就有人提起去罷免他 其實一開始 大家就覺得冷冷的 也沒有想要去讓他燒起來 可是當青島東路的那個 青鳥運動來的時候 這個其實謝國良 就會變受害者 因為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就像一個鬥雞一樣 他就突然間覺得 要遍遍地開火 那除了在青島東路之外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基隆市跟臺北市 跟雙北市上 他是一個生活圈 基隆幾乎每天 大概有十幾二十萬的老百姓 他事實上他是到臺北來工作 他是到雙北來工作 所以他的資訊 基隆的資訊是接收到 臺北這邊很大的一個資訊 也受這邊很大的一個影響 當然這一兩天就說 他的第二階門檻是不是會過 我個人認為是會過 因為現在就是這一兩天 上禮拜應該是說 三獨通過之後 民進黨就會覺得說 這個青鳥大家就開始笑他 說冷掉或怎麼樣 民進黨總是有一些鬥雞的人 一些洗完鬥了他就會覺得說 要找一個出口 所以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那雖然是民間發起的 那當然他就會去支持他 你想想看他只要他的議員 每個人拉個幾千票 事實上還剩下三千多票 事實上是會過的 而且他這個第二階段過了之後 當然最後投票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 投票門檻滿高的 我覺得投票 他的籌問值 我覺得還沒到那個進去 本身謝國良 基本上他到底有什麼籌問值 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這個人就是 有時候就是可能 剛當上市長就是 就是沒有去在意這些 或是講話比較隨便而已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 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 也滿雙標跟虛偽的 因為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沒有 這個活動 都是純民間 大學生去發起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像這個蔡秘魯委員講的 好像青鳥之後 他們找一個出口 突然間整個局黨 議員也去 秘書長也去 維安你怎麼看 剛剛耀州講 罷免最後就算成了 就成局了 成為一個罷免案 要過他大概要7萬6左右 因為四分之一的公民數 現在目前基隆的公民數 大概選舉人30.7萬 所以你去把它處於4 大概要7萬6 而且必須要跟另外一方 超越他的人數 就是如果支持謝國良的人數 要比他多 沒有 他如果沒有過門檻也不用 沒有人支持謝國良沒關係 就過門檻 而且要贏過 過門檻的話 除非是支持 就像黃潔那樣 但問題是 這次蔡秘魯在2022選 基隆市長的時候 跟謝國良選 因為以謝國良來講 謝國良自己的魅力 因為後來林沛祥又選了立委 那個就不是謝國良自己選 謝國良得票就9萬6 那罷免門檻是7萬6 所以謝國良得票 比罷免門檻還多2萬 那2022選市長是蔡世英 他現在沒有再繼續選 他只拿了7萬1 所以其實就是說 以這個票數來講 你要到有9合1選舉 或總統大選那樣的狀態 那通常罷免或者是補選 就大概是4成左右投票 7萬6要過並不容易 很簡單 其實我不是很支持罷免 從以前韓國瑜 到這個什麼什麼 每個都一樣 那被罷免者 如果是被提出罷免者 你只要努力跟地方產生連結 然後講話也不要太過於過激 然後產生仇恨值 基本上我認為 要過也並不容易 當然大家有關注到 這個青鳥的一些後續的活動 前幾天剛剛看到說 這個場外 尤其是藍影的這一邊 有人拿著納粹旗 這個有人當時說他是反串 說要罵這個賴清德 罵綠共 但是後來現在又被發現說 有一個組織叫做 德國救馬克協會 他們的成員就在臉書上面 PO出了 拿出這個納粹旗的人 是他們的理事長 謝華摩 說他其實有過民進黨的黨政 這麼綠 他是反反串 不是單純的反串嗎 怎麼會這麼複雜 無煞煞這樣子 當時民進黨的立委 許智傑罵這個人 你看他代表國民黨 都是納粹的信徒 但後來這個政見一出來 大家想說 那到底是你民進黨去反反串 還是國民黨去反串的 看了無煞煞 那民進黨的發言人 無煞就有點尷尬出來 說這個人他沒有繳檔費 所以他等於形同自動的退檔 超過14年 沒有繳檔費 算是自動的退檔 這是他的解釋 包括我們看到清涼外面 有這個水冷扇 現在也被揪出來說 他是made in China大陸製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在網路上有一名牧師 他就說錢這種東西 錢跟土地生產出來的 都是中性的 錢 錢財這些 都是中性的 看使用的人 是用於良善還是邪惡 那別人到中國大陸賺錢 為什麼就是邪惡的 你們拿中國的產品 就不是邪惡的 還有民進黨立委吳思瑤 在臉書上面 社群上面PO出了一張照片 他在這個青鳥活動 拍到了這一隻鳥 然後說非常驚訝非常感動 他幾乎哭了 他說在個青鳥活動的現場 看到青鳥 所以他整個太美好了 當場忍不住他就哭了 後來很多專家說 這臺灣非常常見的五色鳥 而且他身體是綠色的 青鳥是真的是藍色的 怎麼會眼睛看得這麼花 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他的視力 這個要請教畢惡委員 這個我要講一下 其實最近這一波的 這一波的國會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整個臺灣更撕裂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你看像一個什麼 批個什麼納稅期的 你記不記得幾年前 還有那個高中生 現在是畢業季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兩三年前有個高中 他們畢業季的時候去搞個什麼 新竹一個高中 對 去搞個什麼納稅的旗幟 因為他被出征道歉 對 然後就在學校裡頭這樣 跑來跑去 後來就被出征 又被道歉 所以現在整個臺灣的社會 就是非藍 不是藍的 就是一定要綠的 他就是一個非常撕裂的 民進黨就這樣 他就劍列訊息 他看到一個人去 穿了那個什麼納稅旗 他就開始說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那個 國民黨就是納稅黨了 就是那個 我覺得這個也實在是 不過民進黨一直以來 這二三十年來 我倒是想 因為經過這一次 你想想看 當家不鬧事 他都已經執政了 而他在立法院裡頭 剛其實韋漢講得很好 其實是要進入溝通跟協調 很多事情事實上 政治就是溝通跟協調來 他不要 你看賴清德 他寧可當一隻鬥雞 然後帶領了整個團隊 都一起鬥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就是貼標籤最會 那貼完標籤之後 你說許智傑要不要道歉 不會 民進黨沒有道歉這種事情 他就給你貼了標籤 那如果貼錯了 他就馬上轉頭就跑 他就轉頭就跑 再開另外一個戰場 然後如果對了 我告訴你接後面的人 後繼有人 後面就跟著殺進來 這是民進黨他們的一個 已經一貫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眾黨 我覺得要訓練到自己 比較狼心一點 我覺得就是不要太穩穩如雅了 真的 你看民進黨他都是執政黨 他都這樣子 所以他第一個 他很會跟人家貼標籤 貼了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他們是一波再一波 這個貼標籤的人 許智傑罵了 後面可能就接著會來講 那你怎麼看這個把五色鳥 綠色的看成藍色的 然後看到哭了 吳思瑤最近 壓力太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壓力太大 還是在這一波的國會裡頭 有人就說 他跟柯建民就一搭一搶 反正一個是那個就是三掌 然後一搭一搶 柯建民罵什麼 然後吳思瑤就出來 大家就覺得說他最近 又講到又哭了是不是 網友就開始說他就是太矯情了 有一個宮廷劇裡頭有一段話 那我就不講 什麼人就是矯情 對 那個我就不講了 所以吳思瑤我覺得他就是 說穿了他就是太矯情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那個 冷水散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輕鳥運動也好 這個說實在的 我最近去中南部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輕鳥運動 為什麼外面有那麼多的物資 就有人講說 既然路有一個教會 他就開始囤積了 非常非常多的物資 他變成是一個物資的補給站 你不要說要水冷扇 你要吃什麼 你要點什麼 吃了用的 通通有扇子 飲料 然後水 通通都有 這個牧師居然就跑出來說 那個錢是中心的 他就是那個竟然會 竟然錄教會的那個牧師 我不知道 網路上據說是 但是因為我跟你講 你要牧師 常常每個禮拜 你去教會他 都會跟你講 牧師會告訴你 神愛詩人 我們要愛詩人 我們要愛鄰居 我們要愛鄰居 我們要愛敵人 所以這個我覺得 然後尤其是 當然有些是 比較偏激的一些帳老教會 我就不在這裡講 但是這一間教會 據說 就是在這個青鳥運動的期間 他真的是一個 很龐大的這樣子的一個 物資補給站 所以我是覺得比較可惜 這個宗教也染上了這種 對立的一個色彩 我還是要呼籲一下牧師 神愛詩人 要愛你的鄰居 我們尊重宗教 但是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提亮 對 大家彼此要互相提亮 因為現在民眾黨 聽說有個標題叫做 要撕掉小藍的標籤 這個我覺得 蔡壁如委員可能 你現在到底是藍的標籤 還是白的標籤 這題得問我 那邊要借我來講 吼韋翰好了 吼韋翰要講嗎 我都很想講這一句 柯文哲說 國民黨的版本不切實際 這樣不行 這個有問題 所以呼籲大家支持民眾黨的版本 黃珊珊舉到一個例子 她說這個統籌分配款 一年大概三千八百多億 民眾黨的版本 這個草案的中央 只會多補 撥補兩千七百億 但國民黨的會暴增到五千四百多億 中央政府的運作 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先講那個鳥 怎麼看都不會是藍色的 我常常看到藍色的鳥 怎麼會 台北市很多台灣藍雀 很多 我就不要鏽圖了 那個是不是有看到 就像台灣藍雀才是青鳥 我不要鏽 沒有版權 因為我常常看到台北市有藍雀 那個你看到說那個叫青鳥 因為青是ROI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中部 我常常去爬山 在山上都可以看得到這種 對 就是說你看到那個是綠色 還有另外一種叫五色 跟ROI不一樣 OK 好 第二個 那個我覺得民眾黨現在目前 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你也不要什麼東西都一樣 你有時候覺得民進黨的好 你也可以支持 這樣才有民眾黨的獨特性 我一直都是這樣想法 那今天很簡單 既然柯文哲主席跟黃山都覺得說 統籌分配款 地方應該分多一點 但是不要那麼多 那就提出你的版本 我覺得當然也有撕掉 這個小藍標籤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為了跟國民黨作對 而是說他們明顯就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地方拿那麼多 因為中央有些東西是地方不錯 比如說國防外交 這東西是中央要做 如果你把它拿太多的話 中央執政也會有問題 應該是中央可能他占比比較多 地方雖然比較少 但是可以再增加一點 讓地方好做事 我覺得民眾黨地方的包袱 執政包袱壓力比較小 對 跟國民黨差很多 這可能是個關鍵的 跟你的這個執政壓力有沒有直接相關 有一個壓力很大是天氣越來越熱 昨天覺得大家很熱 今天也爆熱 但是一個壞消息告訴大家 這個禮拜三開始才是真正的最熱 今天11個縣是36度 昨天是38度 這個照片看起來紅通通的烤番薯 連中間都快一點變紅的 張華德有一個女的登山客 她中暑 當時她們爬山的時候 全台高溫的體感高達45度 她中暑四肢抽搐 然後呼吸衰竭 還昏迷 情況非常非常危急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屏東運動中心 他們這個游泳池 這個冰水池 上面寫冰水池 照理講應該是11度到12度 有點像洗三五暖一樣 但是因為太熱了 它18度 高雄的壽山動物園 黑熊波比他也泡人水澡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這個小琉球的農場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綿羊靠著牆喘氣 這個熱呼呼的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盧媽很厲害 台中市長的盧秀燕很厲害 他看到這些記者 攝影記者 跑行程 跑到中暑 快要暈倒了 然後盧秀燕就直接打 來 我不用手 我不用任何的器具 我就用我的手 手背的地方 直接當刮痧的器具 頭也刮 背也刮 而且他非常厲害 一刮 這位攝影記者當場立馬說 有舒服 有變得舒服了 他中暑的這些症狀 就得以還擊了 請教我一下 你是說我要問一下盧秀燕市長 我才想問佩如姐 你會不會當護理師會不會 我不會 對不對 你會 我不會 我不會刮痧 盧媽 我不會刮痧 但是我常看到盧市長 他真的很貼心 我們跟他一起出席公開場合 然後他就會很貼心 他會跟記者說 這邊太陽太大了 我們有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有時候 就攝影機聚集的地方 就是沒有棚架 他都會跟他都會說 大家有來一兩個地方 我覺得他真的是 一個很貼心的 滿厲害的 他真的是一個很貼心的 是不是台中人 都那麼貼心 因為今天有個新聞 大家討論度很高 百萬的Youtuber 這個chip 他直接告訴大家 他去台中的賣場 百貨公司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百貨公司裡面 他準備要繳停車費 要繳的地方 突然有一張 善心人師放的 就是他停車的 時數的折抵收據 就是如果你沒有消費 你沒有折抵收據 有人免費給你用 這麼好意 這麼好心 這個他拿了之後 就覺得好溫暖 就一樣 台中人非常非常溫暖 然後台中市的 副市長鄭道欣 立刻去留言說 我也會這樣做 資源極大化 但我們我是覺得說 萬一現在詐騙集團 因為詐騙手法很多 會不會我拿了單子 一掃QR Code 就會是一個詐騙的連結 等等什麼 會不會 沒有 要說他是小費的時候掃 沒有 我講一下 他就是那一台 那個 那一台就是 停車的繳款機 掃了之後 你可能付錢 或者是給他看QR Code 對 那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 我會直接這樣左看右看 有人過來 直接問說 你有沒有 我這裡有 我直接給他 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你說當面給人家 對 我會當場 比如說我如果去飯店 然後因為我消費 已經超過可能就有四個小時 而且他分兩張給我 一張兩個小時 我只要兩個小時 還有一張 我這裡有兩個小時 有誰要嗎 我覺得這個跟台中應該也不是說 其他地方也都會吧 我覺得全國都會 全國都有 但是我覺得比較一個 他不是用你的手機掃 不會被騙 他是拿去那台機器掃 對 就是說你去參加 比如說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那個單位就會說 你有沒有開車 他就給你一個停車底用券 你停車場的時候 你要去繳費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那個QR code掃一下 那你就可以出去不用繳錢 可是那個新聞裡面有報導說 全台都有 但台中掃下去 是真的可以幫你 是可以繳的 可以折底的 別的縣市市長 你知道嗎 掃下去 用過了 其實是沒有丟到的垃圾 所以可能台中 還是比較溫暖 其他縣市還是要 這個先掃看看再說 那天氣太熱還有個狀況 我們看到麥家 因為聽說他現在不是體感 是實際的溫度 是51度 那剛好又是他們 這個朝聖的這個熱計 就有 現在統計有1301人死亡 那其中有個細節 他說有一半的人 他們參加的旅行社是違法的 沒有實質登記的 他們就認為說 就是因為你沒有做好規範 你是違法的 你沒有做好這些避暑 導致這麼多人的死亡 這些人至少有600多人 現在他們要繼續調查 另外一個巴黎的奧運 現在被預估比賽季節中 溫度可能會到34度 但巴黎因為他們要減碳 要環保 所以要告訴大家 這個選手村 不管哪一國的 住進來都沒有冷氣 但他們的房間底下 有一個地下水的冷卻系統 然後房間會配備給你一個電風扇 所以他說其實不用開冷氣 也會讓你涼爽涼爽的 可是像是美國 加拿大 英國這些國家 聽了就不開心 我要空運冷氣空運到法國去 我們中華民國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要在當地租這一些 可能找那些課金阿嬤有沒有 看能不能幫忙出個錢 我們租一個當地的水冷扇過去 讓我們的移動式的冷氣 讓選手可以睡得比較舒服一點 但大家關心的是這麼熱 大家開冷氣 我們的電到底夠不夠 沒想到經濟部已經告訴大家 預警了 我覺得經濟部看勢在預警一件事情 他說今年尖峰的負載是 419萬千瓦 是歷史新高 那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核能的這些 又有一些準備要漸漸的 這個廚藝當中 7月下旬夜間風負載為3746萬千瓦 夜間用量還這麼大 他希望說可以努力撐在7%以上 我聽到經濟部講這一番話 我心裡躲了一下 你是要跟我預告說 你接下來可能會很吃緊嗎 今天熱得要命的時候 淡水區停電10點40分 正要熱的時候 有4088戶受到影響 反正理由都一樣 都是地下電纜故障 聽說是一個意外事件 但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作為一個國人非核家園 政策的態度 你支不支持非核家園 42.4支持 不贊同的有45.8 這個問題就非常非常的對立 畢魯委員怎麼看 這個通常是能源政策的問題 我們先講那個熱好了 我還是要去呼籲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 因為最近就是 賴總統上海之後 不是成立一個三個委員會嗎 其實我比較期待就是氣候編潛委員會 因為它是 它有影響到我們的氣候的一些問題 因為最近就是極端氣候 你想想我們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到處都在淹水淹大 然後美國的野火在燒 然後現在進入夏季 全世界這一顆地球 就像一顆火球一樣 其實我跟你講我禮拜一天 我也是跑到台南去 我開著車子一下車不到五分鐘 我覺得那個汗就一直低一直低 我覺得這個天氣真的是一個極端氣候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它 台灣人還是要去在意的 還是我們的能源政策 能源政策大家都會去想到 就是說河山因為要 到底要不要研議 那河山場裡頭有兩個基礎 確定沒有研了 確定看起來是民進黨確定不研了 因為這個有人就說 要去改那個環境基本法的 看起來好像是二十三條 二零二五年非核家園 二零二五的那個非核家園 就是環境基本法 要去改那個二十三條 但這個我覺得在立法院 又要炒一陣子 我想這個七月 他第一個兩週基準 而且現在不是最熱 我就是擔心七八月最熱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不過今天大家有個新聞 大家看得非常非常難過 來自日本橫濱 這一個應該是一個貴賓交客 他只有兩歲 馬來摩 他的名字叫英雄 模樣非常非常可愛 他本來要來台灣當教課 但是沒有想到 他在飛機上面 發生了一個意外 大家不捨的是他年紀輕 第二個是他在登機之前 所有的健康檢查 通通都沒有問題 也在地訓練了 就讓他坐在座艙裡面 訓練了好一段時間 應該萬無一失 但沒有想到6月21號來 看到這個時間表 心情真的是難過 他晚上九點多 運送到倉儲 9點20分的時候 發現這個箱外面 有大量的血跡 沒有呼吸起伏 但按照相關規定 縱使發生這麼重大的意外 都不能開箱 所以最後開箱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是半夜12點 剛剛講的是9點20分 看到這個過程 你看如果我們這些小朋友的話 多難過 他現在被發現說 他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他多處的受傷 可想而知是不舒服 去撞 所以他的頭部 有大面積皮膚的擦傷 然後還有 包括他的腳部這一邊 有這個嚴重的外傷 然後全身有肺水腫 遇血跟出血的狀況 到底是不是太熱 還是運送過程中發生什麼事 現在還要再進一步的 去調查當中 當然也看到有一些友台的新聞 他有下標題 寫說走魔死的追音 就是他的天空標有諧音梗 有人認為說 這個也太地獄了吧 如果看了還笑出來的 是不是就會跟著下地獄 所以大家會想說還滿有效的 在網路上有引起一個討論 包括我們看到南韓 才送熊貓回中國 都還要好得非常認真的訓練 怎麼在狹狹的空間裡面 讓他適應 請教我一下 這個Hideo是在橫濱動物園的動物明星 然後他21號的時候 他從那邊裝箱 然後離開的時候 橫濱動物園 他在他的那個 因為日本用X 還有IG 還跟他再見 然後送去說 我們要到台灣的 台北木柵動物園 當天晚上送到台灣 也要騎回去 好 那問題是觀眾朋友 他現在目前看起來 出發是熱緊迫 沸水腫一大堆問題對不對 他的手跟腳 他的蹄都有擦傷 他的臉部有大面積的擦傷 然後體溫應該三十六到三十七 可是他體溫死亡的時候是四十一 所以整個身體都發炎 都發燒了 對 那那個 我跟那個屁股姐講 他說這個叫熱緊迫 熱緊迫 是因為那樣造成 比如說你說丟刷 或怎麼樣對不對 裡面熱 他說是可能情緒上 那第二個就是說 情緒上你關在裡面 是不是他不習慣 他才兩歲 他來幹嘛你知道嗎 他來台灣第一個是交流 第二個他是要來台灣 要配種的 所以台北市 特別是力動員還趕快看 他能不能取到精子的配種 聽說他精子也死了 好 那精子都已經熱的蒸發了 所以表示他非常熱 他體溫四十一度 那可是他的臉是有擦傷的 觀眾朋友懂我意思嗎 就是除了他自己可能覺得很窘迫 他有去求救撞牆 或許他去撞 或許是飛機是不是 有人講說我們 我們人坐在上面 不是會用安全帶嗎 不知道是不是客戶機 等候去就查 那台班機是不是有遇到亂流 然後他在後面撞了以後 可是他內部應該有防撞吧 不知道 所以就細節 我們現在能知道 就是他過世了 非常不幸 可是他除了本身熱緊迫 跟體溫高之外 他臉部是有擦傷的 我覺得後續要查一下 因為他是日本動物明星 還是要交代一下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現在的替代役的人數 越來越少 尤其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易南人數第一次跌破了10萬人 這怎麼辦 要擴充兵員 怎麼擴充呢 幫我們替代 這個兵役裡面的這些 替除的標準 把它下降 本來有點胖的 或者太矮 太瘦 這一些體態 體型上面的限制 把它做規範 包括內政部有講說 如果是中低收入或低收入 你親人需要你照顧 又沒有其他親人可以照顧的 我們現在要嚴格一點了 如果確定有其他照顧者 你就必須要當兵了 所以這樣看能不能湊 繼續把人數湊上來 現在今天裡面有很多新的這些變革 新的部長上來之後 現在連阿兵哥 他都要訓練手槍 甚至要配手槍 過去只有部隊長 譬如說聯長 營長 有他個人的 配備的這些手槍 有人說他是要做部隊管理 或者是萬一有敵軍攻破了 他要自槍 各種說法都有 那為什麼我們的阿兵哥 已經有步槍 那為什麼還要配手槍給他 這個等一下要問尾翰 那也奇怪的是 我們現在新部長裡面上來了 用檢法原則 不用踢戰部 不用那麼多不需要的規矩 但沒有想到 我們現在青年日報 有一則新聞 說他們辦了 跟民間的學校裡面辦 折棉被比賽 可是這些內務的需求 不是就是現在要改革的嗎 然後更尷尬的是 6月13號國防部 當時還被問到說 是不是當兵下部隊 要折豆腐竿 當時國防部還說 實戰部隊沒有要求這麼多 怎麼現在又要鼓吹 連學生都開始來比賽 折豆腐竿 還有問題是華爾街日報 美國的媒體 全國媒體 他說台灣希望 可以打造無人機隊 但他們發現 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 台灣的政府也跟他們講 未來五年會花56億 要買建置3200架的無人機 但怎麼辦呢 都是中國製的人 我們有沒有辦法突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羅少和 前國防部的發言人 他講到一件事情 他很少過問政治 很少評論政治 但是他說 之前的路官校競裡面 有個座位安排很大的問題 很多上將 丁渝洲 鄧祖霖 邱國正這些上將 居然坐在舞台的東俄台 不是正中央 正中央應該是給這些 重要的幹部嗎 結果中央是誰 這個中間是政務委員 跟國安會的副秘書長這些人 他覺得是後生晚輩 反而坐在大司令台的中間 他覺得完全罔顧軍中的倫理 他另外媒體有報導 參謀總長25年來 第一次陪著國防部長 進到立法院 禮拜三 就要到立法院報告 當然有人講說 可能部長懂得少 希望總長在旁邊多幫忙 請教偉翰 這個T5A5K3手槍 過往我們在服役的時候 是絕對碰不到的 因為只有軍官才會有 一般的阿兵哥就是打步槍 而且他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陸軍 或者是作戰部隊的話 你還不會每個人都配到 你只有打把的時候會碰到 現在是說 因為已經整個都改變 觀眾朋友 我覺得國防部長 新任的顧雷雄上來之後 很多東西都立刻改 改很大 那個豆腐乾那個看起來 像是一個趣味的活動 就是說他覺得戰鬥部隊 根本不需要做這個 他往那個美式的方向再做 第一個就是 上次我們國民大會有談到 他包含連宵夜的錢都給你增加 然後三餐的錢 然後放假也不用 主官 副官可以同時放 出國也可以自由行 就讓你放鬆以後 希望可以目逼目多一點 看明年以後會不會變更多 不然現在目名很少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戰備就是 步槍當然打比較遠 可是手槍 你在近距離的時候 你還要拿步槍出來 他也比較長 所以他讓我們 連阿兵哥都有手槍 大會談到說 那所以就是短兵相接 可是至少 他讓我們阿兵哥 就是手上都有步槍跟手槍 以前基本上是絕對沒有了 現在連二兵 一入伍之後就會配給你了 而且會讓你大量的練習打法 手槍的打法跟步槍完全不一樣 手槍是站著打 甚至是蹲著打 那步槍的話 有時候趴在地上打比較穩 所以他就做訓練 那比較嚴肅 或是說 現在看起來沒有辦法克服的問題 在於說 大量的無人機技術 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那你要建設這個 就是台海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彈簧刀 300跟那個 另外一個 Altius 600 這兩款 基本上有沒有 中國大陸的技術在裡面 這可能要美軍賣給我們 我們再來看 但你要布建台海的 無人的 台海的地獄 無人機 那你要看到那個技術 對他有沒有辦法掌握 這點也滿重要 他包括漢官演習 7月就要登場了 那今天的話題非常多 他現在有一個兩大重點 第一個 無劇本 沒有劇本 以前都照著劇本來演 第二個 沒有好看的 什麼叫做沒有好看的 以前很多聲光效果 現在都沒有了 要不務虛 不玩假 照實做 沒有劇本 遇到狀況你就自己來 所以他們評估 可能你會看到有戰車 摘到田裡面去 有阿兵哥操到 自己脫光了上衣 移防到公廟 學校雜影 車輛A到民宅 這些可能都會發生 這樣比較真實嗎 感覺好像有一點危險 A到民宅這樣子 那包括金門的釣客 落海這個事情到現在 居然還沒解決 人還在大陸 他的媽媽 胡姓的母親 就到大陸去看他 看了之後 大哭特哭 兒子沒哭 哭得不得了 還帶著小孩子去看他 家屬探親說他胖了8公斤 三個月胖了8公斤 似乎在對面過得 吃得相當不錯 中共發表懲戒台獨 剛剛有講到 是不是他們說 我不要去大陸就沒事 亮哥說跟中國簽 司法互助的高達65個國家 有簽 你到時候去 萬一這些國家要跟中國 表示友好 直接就把你送過去 這個可能會是個問題 畢禄你怎麼看 這個 就是那個四官兵 下去大陸 聽說他去掉海掉 然後就是掉到 進到大陸去 現在是已經差不多三個月了 現在最主要應該是中共 他三個月胖了8公斤 你也實在是吃太好 住太好了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金門單位本來比較超 對 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是家屬去看了他 有比較安心 但是還是希望 就是大陸那邊趕快過來 其實這幾年其實都有這樣的時間 20 大家記不記得2017年 事實上有一個阿兵哥到對岸區 那是金門紅十字會 那時候把他領回來 那時候兩岸還沒那麼的緊張 到去年大家記不記得2023年的3月 有一個什麼二膽的什麼守衛兵 不是游泳游過去嗎 到現在事實上 我們這邊是把他抱那個逃兵 還沒回來 這個還沒回來 所以今年3月 這個弧性的軍人 到底回得來 回不來 就是大家都會想說 那是因為你沒有處理0224的 當時的那個漁船的那個 碰撞的事件 其實那兩位的屍體好像 還在台灣 還在台灣 那覺得你大陸 你就是都不處理 我覺得這個可能 我們的海委會還是怎樣 還是要盡力的趕快去釐清這些真相 然後看兩邊 其實一樣 還是要透過溝通協調 請教我一下 漢光四十不言 因為這個確實跟我們以往 我們的生活經驗完全不一樣 觀眾朋友 今年漢光四十會跟以往三十幾年都不同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以往我們會做一個施對抗 第二個比如說我們會有紅軍 紅軍是什麼 綁紅色帶子 戴紅色帽子的解放軍工 比如說他去機場幹嘛 這次完全不演 就實際操作 所以一定會出現很多狀況 可能半夜也聽到坦克車過去 他會下指令 譬如說淡水現在目前被攻了 部隊趕快移過去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部隊 都要離開他的基地以後 全面應戰 所以到時候全台都會看到很多武器 我其實滿擔心的 因為有劇本 照著劇本演都出那麼多狀況 沒有劇本還得了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話不有一筆錢 現在引起大家的討論 花了兩千三百萬 要做一個打黃牛的辦公室 但是現在被人家踢爆說 他找的人 謝長廷的大子弟兵 袁秀慧 他有個常會法律事務所 由他們來操辦 黃牛辦公室 雖然是以法律諮詢為主 主要的執行者是另外一個 這個照片上這位蘇孔志 他是前民進黨政策會的副執行長 你不是謝長廷子弟兵 要不然就民進黨的 這些重要的幹部 他覺得有問題 是不是看顏色 還有包括國民黨業員資 他講說你接電話 分個案子 也不是實際要去做的 一個月居然要花八十萬 這個黃牛辦公室 你的預算是不是太浪費了 文化部就說 你是政治之名 來扣帽子 打擊黃牛 是不分顏色的 文化部有提出一個解釋 不過袁秀慧過去有幾個身份 他包括是黨廠會的委員 還有包括他以前 有打馬漢將 以前在柯市府的團隊裡面 也有待過 假黃牛騙了143個人 適度被逮裁羈押 我們的黃牛問題很大 這個辦公室花了2300萬 到底有沒有發揮效果 有沒有進到特定人的這些 讓他們賺的比較多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 今天有個新聞 余天非常哽咽 因為他跟他的老婆上法院 因為主要是要跟他的女婿 來爭奪小孩子的照顧權利 秘魯委員怎麼看 這個其實台灣的詐騙集團 真的很狠行 不管是這個什麼文化 這是什麼黃牛 其實是真的是 我們台灣已經是一個詐騙王國 講回來這個袁秀慧 他是靠文哲 政府時代的台北市的華物 你的前同事 我的同事 華物局局長 而且他還有幾個身份 從柯市長第一任選舉的時候 MG149 那時候有人去提告他 他就是我們的律師 所以我開始很早跟他接觸 當然是更早的時候 就是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後來就是MG149 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後來大家不知道記得不記得 柯文哲後來的第二次選舉 葛特曼 他都是我們的柯文哲的專屬律師 那也是 都是重要大案交給他 對 因為那時候那些案子 基本上因為像MG149 都是我比較熟了 所以我跟秀慧 常常互動 我們有長時間的一個互動 那我也常常去他的 這個什麼常會律師事務所 所以他就是 從台北市政府 跟華物局局長下來之後 他又回到他的律師的身份 所以基本上這個 當然他也不諱言 他就是以前早期 謝長廷的律師事務所裡頭 最主力的律師 他的律師事務所裡頭 有幾個 但是袁秀慧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認真的律師 他也接很多的案子 不管是接了柯文哲的 或者是接了這些 現在所謂的什麼黃牛的這些 所以文化部當然會出來說 這個找律師的諮詢 應該是不分顏色 所以我看到這個新聞 可是不分顏色的邏輯 應該是藍的綠的我都用 所以我不分顏色 可是大家指引的是 你只用綠色 但是袁秀慧基本上他不那麼的 不算綠色 對他不算 黨廠會的委員 然後謝長廷子弟 畢竟他不算綠色 因為杜到白嗎 不是是他個人 我跟他長時間的相處下來之後 他沒有政黨色彩那麼明顯 對 他雖然是幫謝長廷的 但是社會上 會很容易把他歸裂 這個我也不好意思幫他編護 但是我只能想說 我長時間私底下跟他相處 事實上他是一個很認真的律師 我其實比較驚訝的是 我們花了2300萬 可是說真的黃牛的事情 我真的不覺得我們政府 有釋出什麼力 就是淺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對 應該是要來檢討這個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一張照片引起大家的熱意 仔細看 他不是星巴克 很多人看到說 這些星巴克怎麼蓋得像北捷 不是 他就是北捷 有人帶椅子去 因為有窗戶看起來 好像在喝咖啡一樣 但是又有人講說 因為現在有不愛坐之爭 所以有人乾脆帶椅子去 但北捷告訴大家 帶椅子去是合法的 是可以的 只有一個大前提 你不可以擋道路 擋道路勸你 你還不改的話 就要罰你 所以你看這個白髮的大姐 他就做了一個小凳子這樣子 還有包括有人看到說 水泥箱 工人把這水泥箱拿來做 這個大姐最厲害 他靠在這個靠背上面 然後騰空 自己伸出了一個空氣空椅 也有人帶這個洗水槽 應該是他要運 就帶一個洗水槽 還有人這個小書桌自己也帶著去 各種各種都有 這一個長腳椅 這個到底是社群上面拍得好玩 還是怎麼樣 大部分的人都推薦這一個 不中 長輩都可以隨時帶著 隨時都可以做 我們的規定就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帶椅子去 但是不可以堵住人家出入口 如果勸你 你還不聽勸的 就要重罰 最高是7500萬 7500塊 不是500萬 嚇死人了 那這個歐陽晉也告訴大家說 在日本不愛坐 不用讓坐 這個標題不完全對 他說有幾個例子 有一個 比如說有一個瘦瘦的小姐走到電車 包包裡面掛著 她懷孕了 好運徽章 以及長輩呢 她行動不方便 慢慢慢慢的移步到這個優先席的旁邊 這個時候 如果你坐在優先席 還是要讓 不是完全不要讓 請教我一下 今天這個新聞非常非常重要 請所有國民大會的觀眾們 聽我說 以前我跑市府的時候 捷運公司捷運局我有跑過 所以帶椅子上去 當成物品是可以的 你坐著就有危險了 坐就不行嗎 對 因為如果你坐著的話 就會違反那個 妨礙其他旅客的這一條 第二個 你的那個椅子的大小 是有限制的 長寬高加起來 全部不能超過220 單邊最多不能165 應該是所有的物品 都不能超過這個長度 對 那你今天他不會 他不同意你拿椅子去坐 但他可以同意你 把椅子當成是貨物 所以你可以攜帶貨物 所以第一個你要自行照料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椅子在一起 你不如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你人坐這也不行 因為要自行照料 第二個 如果你把椅子帶來以後 你就隨性坐到上面